妻子提前回家 发现一个陌生女人 赤身裸体地 躺在她和丈夫的床上 她却没有报答女人 反而优雅地帮她拉上拉链 还好心提醒她 随后她淡定地收拾好行李 要和丈夫离婚 而且她还要带走自己的两个孩子 丈夫却嘲笑她 一个离异的女人怎么养孩子 那个年代的女性地位不高 提供给女性的岗位很少 更别说是已婚妇女 看到安妮去意已决 丈夫也不再挽留 还催促她快点走 而安妮眼睛湿润 她忍住泪流的冲动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她去学校接儿子 这还是她第一次来学校 才发现儿子早已经转学了 在和校长的交流中 她才得知儿子新学校的地址 把他们成功接走 她去银行取出了所有积蓄和珠宝 还拿了一把手枪防身 最后她把前夫送的婚戒 扔回保险箱里 才松了一口气 她打算离开纽约 重新再嫁人 给孩子们找一位更好的继父 所以她抽出一半现金 让孩子们去买了一辆新车 直到出发前 兄弟俩才知道父母竟然离婚了 他们是对同母异父兄弟 安妮和大儿子罗比的爸爸离婚后 又嫁给了小儿子乔治的父亲 也就是她的前夫 乔治从出生起 变父母恩爱 家庭富裕 她一时无法接受这种巨变 不想离开 罗比也趁乱开玩笑 尽管乔治万般不想走 安妮却成了铁石心肠的女人 她不仅要走 还要乔治给他们开车 因为那时的社会觉得女性开车不符合礼仪 安妮不想开 而哥哥罗比胆子太小 就这样母子三人踏上了新旅程 第一站是波士顿 安妮计划给两个孩子找一位好继父 因为凭她自己的能力 确实难以养活两个孩子 刚来到酒店门口 她就撞到了一位老熟人 这个男人是安妮曾经的追求者 当年向安妮求婚失败后 还自杀未遂过 她不仅离过婚还是上流人士 于是理所当然的成了安妮的新目标 安妮精心打扮了一番去赴约 只是没想到对方约她出来 竟然是为了借钱 男人是个毒狗欠债破产了 可安妮自己也没钱 她借口去卫生间冷静冷静 等她出来后却发现男人已经跑了 还把她的钱包也打劫走了 安妮连吃饭的账单都付不起 这还是她第一次那么丢脸 就在这时 一个军官出现帮她结了账单 对方认出他们之前曾在派对上见过 他们两见钟情 很快便坠入爱河订婚了 但是安妮的两个儿子并不喜欢她 乔治甚至还期待安妮能回家 与父亲复婚 只是当她打电话给父亲时 接起电话的却是一个女人 父亲已经有了新欢 这让她不知所措 上校的本性也很快暴露出来 有一天 安妮带着儿子去采购婚礼用品 路上遇到了一群残疾儿童 母子三人出于怜悯 把带出来的500美元现金 全都捐给了这群孩子 上校知道这事后立即原形毕露 她指责安妮偷了她的钱 迁怒于两个孩子 甚至提出要用安妮带着的珍珠项链 来抵战 他像一个超熊追着安妮 乔治为了保护母亲抱住上校 被他狠狠撞碰过 看见儿子受伤 安妮再也忍不了了 前有毒狗 后有家暴男 安妮带着两个儿子马不停蹄地跑了 母子三人来到了匹兹堡的一个小镇 因为身上的积蓄不多了 他们住不起酒店 只能在工人街区租了一个房子 乔治觉得他们很落魄 连饭都吃不起 只能在家里吃玉制菜 安妮却很乐观 起码一家人能待在一起聊聊天 安妮动作迅速 很快有了新的约会对象 乔治不懂她为什么要这么辛苦都不求助爸爸 安妮却绝不回头 只是安妮这一次依然没遇上良人 她想和新的约会对象细水长流 慢慢培养感情 对方却只想要快餐是爱情 和她约会只想干那档子事 安妮刚拒绝 她就直接把安妮推下车扬长而去 看见母亲这可怜窘迫的一幕 乔治百感交集 既觉得她活该 又为她的执拗感到不解 安妮的积蓄很快变花光了 她只能当掉祖母留给她的首饰 才能维持现在的生活 只是这些钱也撑不了多长时间 所以她又参加了一场聚会 这次的目标是一个黄金单身汉 男人还有一座豪华大庄园 财力丰厚 为人绅士风流 只是安妮刚跟她打完招呼 便发现她的身边有一个年轻又美丽的姑娘 她看起来比安妮的儿子大不了几岁 年轻永远是最好的美严树 即使优雅如安妮 也比不过一个年轻女孩的美丽 但安妮没泄气 她觉得聪明的女人一样吸引人 所以她决定去今晚的舞会 再尝试一次 乔治却不这样想 她觉得安妮在座无用功 安妮不愿意认输 恰逢乔治的父亲在小镇上做巡演 她决定去找父亲 让她带自己回纽约 只是当她来到巡演的地方 却看到父亲和乐队里的女歌手打得火热 父亲是名乐队指挥 当年她为母亲创作了一首名叫 《我的唯一的歌曲》而声名大噪 她靠这首歌发家致富 当年安妮就是她的唯一 如今她却已经变心 看见风流的父亲 乔治心里并不好受 但她还是想和父亲一起回家 父亲却以巡演为由拒绝了她 她知道母子三人处境艰难 所以之前曾给安妮寄过钱 安妮却把钱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所以她也赌气不再帮他们 她还趁机在儿子面前抹黑安妮 说她绝对不可能亲自去工作 她瞧不起母亲 乔治终于明白了安妮为何不回家 在离开之前 她忍不住问父亲 你曾经爱她吗 妈 对 我曾经爱她 你曾经爱她吗 或许父亲一直爱着她和妈妈 只是她永远不够爱 另一边的安妮刚来到舞会 就听到了男人和女伴在嘲讽她的年纪 安妮的自尊心大为受挫 为了转移注意力 她留意到旁边有一个注视着自己的身世 她鼓起勇气去搭讪 没想到对方竟然是来钓鱼执法的 她以为安妮出来拉客 把她送进了监狱 安妮在离婚后第一次打电话向前夫求助 电话那头的前夫却在和女人调情 她没说一句话 心里也彻底断绝了对前夫的念想 这种事要是落在普通女人身上 可能早就崩溃了 不过安妮还是很坚强 最后她找了邻居帮自己保释出狱 邻居只是一个工人 和安妮一直寻求的单身贵族很不一样 但她却是安妮这段时间以来遇到的唯一一个真正的身世 她还太年轻了 所以他们什么都不会发生 安妮给了她一个拥抱 回家后 安妮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儿子 乔治却把昨晚发生的事告诉安妮 她骂自己的父亲是个混蛋 安妮却不许她这样说 她知道前夫或许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却绝对爱着儿子 她不希望父母间的矛盾影响到下一代 所以她给乔治讲了一个故事 乔治三岁那年突发二级 哭个不停 直到她的父亲走进房间 为她吹起了单黄管 她才停止哭泣 可是她一停下 乔治就哭 于是在那几天里 她一直吹着单黄管 直到乔治的病好转 乔治的年纪还小 不懂大人间的感情有多复杂 趁着口袋里还有点钱 安妮也不折腾了 决定去投奔自己的姐姐 她和姐姐之间发生过巨大的争吵 安妮还说过再也不会回去 但她不恨姐姐 而且她这时候能依靠和相信的也只有姐姐了 安妮的姐姐嘴硬心软 明明很关心她和孩子们 却又嘲讽安妮虚荣 安妮不想白吃白住 决定去找份工作 她不是前夫说的那种高高在上的人 不觉得工作有高低贵贱之分 哪怕是做餐厅的服务员 也愿意去尝试 只是工作的第一天 她就遭遇了闲猪手 她也毫不留情地 把热咖啡倒进男人的裤裆里 与前夫离婚后 她遇到了很多糟糕的事 却从来没哭过 这一下才终于绷不住了 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也理所当然地被解雇了 但她很恶观 也很幸运地找到了第二份工作 在一家颜料店做销售员 她有优雅的品味 还有一张巧嘴 三个星期就让店里的营业额 涨了20% 刚旅游回来的老板 还没见过安妮 想考考她 是否真的有能力在这里工作 只是她见到安妮的第一面 就被她的女性魅力所折服 安妮不仅有了一份稳定工作 还多了一个追求者 不久后 老板就向她求婚了 安妮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姐姐和孩子们 姐姐却因为醉酒大发牢骚 她一直羡慕安妮 觉得安妮的成功 都是因为有一张漂亮的脸 她羡慕安妮嫁给有钱的丈夫 还能拥有两个健康的儿子 而她的生活就像她的脸一样 平平无奇 像一潭死水 安妮却知道不是这样 只是因为他们的人生态度不一样 才会有截然不同的境遇 安妮乐观坚强 勇于去尝试 而姐姐刻薄又敏感 永远只会抱怨 这也是她不愿意留在姐姐身边的原因 幸好她这次遇到的颜料店老板 是个好男人 他是一个暖男 大儿子罗比喜欢演戏剧 安妮带着乔治和老板 一起去看她演的戏剧 天气原因却让演出临时取消了 他主动给罗比补长 帮罗比完成了这场演出 在面对闷闷不乐的乔治时 他也给出了一些男人的建议 他会告诉乔治 女人和男人的生理结构天生不一样 他们时常冷热无常 要时刻备好一件外套 在他们不开心的时候 给予安慰 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 她总是不吝啬地赞美安妮 给足了情绪价值 安妮以为自己终于要开展新生活的时候 一个陌生女人却突然找了过来 这个自称是老板妻子的女人 给了安妮一笔不少的赔偿费 她告诉安妮 老板患有精神疾病 还是一个结婚狂 在过去两年 她至少和七个女人订过婚 而安妮不过是其中一个 她所期待的幸福生活 又成了一场幻影 临走前 她还问安妮是否爱上了老板 安妮否认了 女人却觉得所有女人都爱她的丈夫 女人答不上来 她坐上轿车和丈夫离开 而她的丈夫 还是给予她所有女人 都会得到的真诚又廉价的关怀 看起来有点冷静 亲爱的 我可以穿上衣裤 我可以穿上衣裤 经历了这么多 安妮对男人是彻底死心了 她决定用这笔赔偿款 带罗比去好莱坞追梦 实现她想成为演员的梦想 乔治却想留在阿姨这里不走了 她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也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老师赞扬过她的文字 所以她想成为一名作家 安妮以为是姐姐挑拨离间自己和儿子的关系 她质问姐姐为什么要留下乔治 可是这一切都是乔治自愿的 乔治觉得安妮根本不了解自己 不是一个负责的母亲 就连短暂相处了两个月的阿姨 都知道乔治喜欢的书 安妮却不知道 母子两人爆发了前所未有的激烈争吵 并且无法和解 最后安妮带着伤心和罗比离开了 她总是告诉两个儿子 不要看后视镜 不要回头 可是这一刻 她却忍不住 平凡看向后视镜里的小小身影 直到她彻底消失不见 而乔治也很伤心 她只是和安妮赌气 她觉得安妮太偏心哥哥 希望安妮为自己留下来一次 却没想到她那么决决地离开了 那天以后 安妮和罗比在一边开往加州的路上 一边搭客赚钱 有一天 他们却遇上了一对雌雄大盗 男人劫持了安妮 要抢走他们的钱 你还记得安妮开头带的那把手枪吗 就在男人骂罗比是娘娘枪的时候 罗比找到了那把手枪 并且成功救回了安妮 母子两人离开时 还好心带走了女孩 因为安妮觉得女孩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她想救女孩出火坑 却没想到女孩是个恋爱脑 趁着他们不注意的时候 又卷走他们的钱和男人跑了 罗比只能偷偷联系乔治 乔治很担心他们的状况 却意外得知安妮离开的时候 把赔偿款都留给了阿姨来照顾她 乔治终于明白 安妮也是爱着她的 她终于不女扒了 问阿姨把钱要了回来 为何我们在这里停下来 我认为我们可以停下来 来帮个人 我没有见到 看来 现在有个人 回来 好 于是母子三人又继续上路了 三人轮流开车 终于来到了孟芝城洛杉矶 他们租了一个房子 把陪伴了一路的车子卖掉 几周后 前夫来这里找到了安妮 他想带安妮和儿子回家 他一直误解了安妮 以为安妮最后肯定会灰溜溜回家 安妮却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有决心 或许前夫确实比他这路上 遇到的很多男人更好 他背叛了婚姻 但是起码对家庭负责 但安妮已经看透了男人 他不想再依靠任何人 即使靠他自己 也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 前夫也只能遗憾离开 在后续的日子里 安妮和乔治会陪着罗比一起跑龙套 安妮在片场不小心被马车碾伤了脚 却因祸得福认识了制片人 制片人觉得他很漂亮 不应该做群众演员 安妮就顺势介绍罗比给制片人 这让罗比得到了一个演戏的机会 乔治也终于理解了安妮 一直说的那些傻话 不用灰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大家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有一天晚上 他们却接到了乔治爸爸 在演出时心脏并发去世的消息 他们都没想到之前的吵架 竟成了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乔治要回纽约奔丧 实现自己的梦想 母子二人又要分离了 但是这一次没有拧巴和不甘心 他们都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 在新学期的课堂上 他分享这段时间的经历 他在这趟旅程中长大了 底下同学的反应 却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外星人 没人能理解他 于是他又独自回到了洛杉矶 此时的罗比得到了一个小角色 可是他发现演电影和演戏剧一点都不一样 他太紧张了 甚至弄倒了道具 和他对戏的演员也大为不满 为了鼓励哥哥 乔治决定亲自给他做示范 没想到乔治比罗比更有演戏天赋 他找到了真正的梦想 成为一名演员 而罗比在发现自己不适合演戏后也不纠结 他果断转行 去做自己当初最爱的服装 而安妮也不再依靠男人 虽然身边有很多追求者 他却没有再婚 他知道他就是自己的唯一 就像台词说的那样 我们人生的唯一永远是自己 在那个年代 女人没法独立于丈夫生活 所以安妮带着两个儿子 一路上都在寻找依靠 可是世界上的好男人万里挑一 唯一一个暖男竟然还是个神经病 但是无论遇到多男的事 他都依然保持优雅自洽的姿态 不放低自己的底线 这也让他终于明白了 靠男人不如靠自己 从一个不靠谱的妈妈 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他发现不依赖任何人 也可以活得很好 而小儿子乔治也从不理解 和女八的状态 逐渐找到自己生活的平衡 他和哥哥罗比最终 都找到了自己真正的热爱 要学会爱自己 无论走多远的路 就算仅依靠自己 我们也能过得很好